来攻读圣经里的话语 话语是在《贴撒罗尼迦》前书第五章 十六节到二十四节 《贴撒罗尼迦》前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念 要常常喜乐 不度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指定的旨意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但要凡事财宴 让每人要持守 各样的恶事要境界不作 愿是平安的上帝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生子 得蒙保守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责 那照你们的本事信实的 他必成就的事 阿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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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